接下來的題目也是有關於溶解度的觀念題 那這題是用顏色的深淺 那就是有顏色的容易 就是越濃的顏色就會越深 越不濃的越淡的顏色就會越淺 他告訴你我裝了這甲乙餅有10跟15跟20 甲杯顏色最淡乙餅兩杯有固體沉澱 然後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那我們前面有跟你說過了 有層地代表什麼意思 飽和裝滿了 同樣的溫度跟壓力之下 如果我們都裝滿就表示我們的濃度是一樣的 都是飽和濃度 那麼甲顏色最淡比別人淡就表示我的濃度比你小 表示我還沒有飽和 所以呢 那我已經飽和了 你再加硫酸鐵我會不會再溶 不會嘛 不會再溶 所以濃度會不會變 不會變 所以顏色也不會變 但是呢 甲就可以多溶一點 所以甲就可以變濃 甲就可以變 顏色會變得比較深 所以呢 那再加熱就會提高溶解度 就可以使原來不會溶的變成會溶 加熱以後還有沉澱 表示仍然是飽和 但是溫度不一樣 比較高溫的時候 飽和濃度比較大 比較低溫的時候飽和濃度比較小 但是如果我們是相同的溫度我們都飽和 那要表示濃度還是一樣 所以呢 我們答案就選擇了是C 可以嗎 OK嗎 OK 好 歡迎你們 這題呢 有個甜不甜 跟它那個濃不濃的意思 顏色意思是差不多的 越深 濃度越大的 顏色就越深 那濃度越大的 就會越甜 那剛才是用顏色深淺烤 這題是用甜不甜來烤 那當然也有所謂的鹽 然後呢再問一下 請問你 哪個選項是對的 這也是溶解度的觀念題 停車戰界問 哪個選項是對的 帥哥9號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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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你的選項選誰是對的 C嗎 你選3C嗎 請坐 你選的是C是對的 答案呢 魚餅都有殘留 就表示魚餅都飽和 濃度就會一樣 甜味就會一樣 如果它有顏色 就是一樣深 所以A跟豬都是錯的 然後呢 原來的水量 就不能夠溶解40以上的糖 所以甲再加30就會超過 就會飽和 飽和 飽和的話就會一樣甜 所以呢 B也是錯的 如果再加熱就會提高溶解度 就會溶得比較多 再多溶一點 濃度就會變高 濃度就會提高 如果有味道就會變得比較有味道 比較甜 如果有顏色 顏色就會變得比較深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C C是對的 這也就是另外一個有關於溶解度的觀念體 然後問你顏色有沒有比較深啊 甜味會不會比較甜啊 也是一樣溶解度的觀念體 OK 我們要問你 對嗎 對嗎 對嗎